我想这个跟独裁者谈判 当然我们要理解他们的想法 当然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底线 如果我们在整个乌克兰战争之前 如果马克宏去谈判之前 能够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非常清楚的 我要对俄罗斯进行怎么样制裁的一个方案 如果他在战争之前给了乌克兰 足够的武器来能够自我防卫的话 我觉得普丁就不敢入侵乌克兰 我觉得我想象的那个世界 跟汪浩想象的事件是完全相反 每一个国家它都会需要一个安全感 台湾也是 当飞机在我们门口飞来飞去的时候 我们觉得不安全 就是我们会失去那个安全感 你刚刚说北约它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国际组织 在国际关系里头 我们讲到一个东西叫做security dilemma 从你的角度看 我是防御啊 我没有要打你 可是我要有很多很多的武器 然后可以把我保护得非常非常安全 你如果站到对面去看 你从对方的那个地方看过来 它看起来不太像防卫性武器 当你堆了这么多武器的时候 看起来是很恐怖的 你如果是一个小国家 你旁边有一个大国 然后它是个流氓的时候 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惹它 我针对他刚才讲的我反驳一句 如果在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之后 过去八年乌克兰没有想办法自己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备战的话 那么俄罗斯这一次就真的一个星期之内就把乌克兰全部消灭了 也就没有乌克兰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了 所以我们的选择就是非常清楚 你要不要备战 这样的话起码这个侵略者来的时候 我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还是说你不要备战 你等着侵略者来了以后 我就乖乖的投降 这就是我们跟卢老师的最大的不同 可是刚刚倩怡有讲到这个 我知道大家都很加放 不要惹恶邻居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都认同 可是我认为乌克兰他们其实只是在形成自己的民族认同的过程里 像台湾我们只是做自己 我们只是说我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共就非常不爽了 那这样不要惹他的界限在哪里 拉回台湾我觉得我要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都有我们的希望 我们最希望的是我们有很完整的主权 我们有很完整的自由 最好是100分 有些事情是客观的条件的限制 就是那个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们再想办法去最大化我们的主权 或是最大化我们的自由 所以你今天去想说要打来打 我们就打 可是你想象那个打完的世界是怎么样 你就算打完 我觉得打完就没有人是赢的了啦 你所谓的打赢那个也是输 因为就像现在 死掉的俄国人或是乌克兰他们已经输了 就是已经都输了 打了就是输了 我们想象那个打赢 好像打赢之后台湾就如何如何 会怎么样呢 你如果说要讲和平的话 那西藏跟中共签那和平条约 那你看现在西藏变怎样 你看新疆现在变怎样 当下在谈的时候 他们没有欺负新疆 也没有欺负西藏 确实 但是他们手伸进去之后 他们要怎么搞怎么搞 就怎么搞 你说那真的是和平吗 我不认为 那个人就是要统一你的话 你做什么事情 除非你跪下来跟他讲说 请你统一我 请你接受台湾 他才不会生气 不然你做什么他都生气 所以我觉得你那论点很棒 但是我完全不能忍客 谢谢 那假设我们今天要跟 习近平谈判的话 那你觉得你想要谈什么 或是要怎么谈 那王老师我可以问一下 有一派的说法是说 他就是独裁者 根本不用谈 那你会怎么回应这样的看法 当然台湾跟中国的谈判 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 第一个就是台湾 自己的国防能力要强 第二个是我要有足够的 国际的同盟 台湾这个国家太小 跟单打独斗跟中国谈的话 你是谈不过他的 那倩宜你这边如果想跟习近平谈判的话 你会想谈判什么样的题目呢 我想要带入的点比较是 我们一直都是聚焦两岸两岸两岸 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是台湾跟中国 可是因为我研究的是其他那一块 然后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 危险不光是只有那一边 危险还有另外一边 我们太执着于我们的愿望 刚刚其实有讲到非常多 大家对于谈判的想象 跟怎么样避免战争 下一题 这个跟习近平谈判你的底线是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